HELLO 大家好 我是嘉雯 又到了星期五晚上的VVSHOW 我旁邊有兩位在諾瑪斯的朋友 我等一下會介紹他們跟大家碰面 然後因為VVSHOW每個月 我們都有跟星座小學有一個聯名的節目 就是今天嘛 因為現在是八月嘛 八月你也知道就是獅子座 所以呢我們就從獅子座 就是你知道霸氣的星座 我們今天要討論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討論就是十二星座 到底誰最難 最難征服的意思就是最難被征服 對不對 那今天呢我就請了兩位 其實我也是今天第一次見他們兩位本人 我覺得挺好相處的呀 怎麼我們怎麼發人家來這個很難被 就是好像 講得人家好像很難相處一樣 我覺得他們本人是非常好相處的 我覺得我這個開場真的做得很好 這樣子就可以延續整整三十分鐘四十分鐘和諧的氣氛 你知道嗎 一開始我就先捧了他們二位 那他們二位等一下好意思 不好相處嗎 你說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用那個最熱烈的掌聲 欸二位準備好了吧 帥氣的POSE好不好 帥氣的POSE好不好 又有帥氣的POSE 帥氣的POSE 那我們用最熱烈的掌聲歡迎 蕭雪皮子 大家好 我是蕭雪皮子 蕭雪皮子 蕭雪皮子 我是Jeff 蕭雪皮子 那你們二位在裝什麼 裝紳士 對 裝紳士 然後我們影片中 我給他一個評價叫做 假紳士 真皮子 對 雙子是真的蠻皮子的 對 但是雙子座非常非常可愛 欸先說一下 因為來我們這個節目呢 一定要報上名號 是什麼星座的朋友 我是 水瓶座 水瓶座 雙子 難征服嗎 就是大家號稱最難搞的水瓶座 水瓶座 他好像比較難搞一點 我覺得水瓶座不是難 水瓶座 水瓶座不會覺得自己難搞吧 我覺得 我自己都覺得自己難搞 真的喔 就是 就是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喔 那你有沒有 有時候 當你身邊的人 就是受不了說 你怎麼這麼難搞的時候 你會非常有同理心的覺得說 對啊 你們辛苦了這樣 不會 就是我 我就覺得那 不要 就是增加人家的負擔就好了 喔 對 所以我都選擇深夜一個人的 但我覺得 我覺得水瓶座不是難搞 我覺得水瓶座的 水瓶座好像不太被我們這個 世俗所限制住喔 就是 就是你 你只可能 反正水瓶座起步也很大 就是 可能前一秒 跟女朋友講電話講得很開心 然後後一秒 你可能就突然 莫名其妙 就陷入一道 一個世界裡 憂鬱 很情緒化的 情緒化 很情緒化 可是我覺得它情緒化 也好得很快 就是起步很快啊 很奇怪 但我一直覺得水瓶座 有一個地方非常特別 就是 水瓶座是一個思考力很強的新作 沒錯 而且水瓶座基本上 不太人云亦云 他不是那種 沒錯 大家都說這個棒 他就覺得棒 因為他會去研究 他為什麼棒 研究完他可能覺得其實他好好的 對不對 沒錯 就是理性 獨特個性的人 理性的人 對 很有自己的看法 接下來是我本人的冤親債主 雙子座 好我先跟大家說什麼是冤親債主 我剛剛有跟他們二位分享 因為我足足交過六位雙子座男友 所以雙子座真的是我一個 辛苦你了 謝謝 辛苦了 真的真的 雙子座真的 我也不能說他們不好相處 我覺得因為他們過分可愛 過分可愛 他們過分可愛 所以有時候也會過分的可惡 過分可惡佔比較多大部分 過分可惡 你覺得你難征服嗎 我覺得我還好耶 不太難吧 不太難吧 你不要讓那個姊姊是那麼難講 對 我還好句點 好我再想 我再想 那你覺得你 你不覺得你自己是難征服的人 我覺得不會 因為 殺個嬌什麼的我就 蛤 那有是真的算了嗎 不是真的算了吧 記憶筆 記憶筆 我懂我懂 心裡記憶筆 然後表面上 因為會想省麻煩對不對 想省麻煩先道歉先沒事 就是很假的人啊 有夠假氣死我 不真誠啊 不會 喔就是懶 懶 也不是懶啊 就是懶的吵架 是懶的吵架 就是懶啊 那二位其實也算是partner 我們先來聊工作好了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時候工作跟 私底下跟談戀愛又是完全不同的樣子 以二位這對partner來說 你們覺得對方很難征服嗎 很難啊 很難 難 我覺得 你覺得很難纏 超級 你覺得他哪裡難纏 不是就是他難纏 難纏的原因是因為 什麼難纏 難纏 纏 纏 二層 難纏 他是纏喔 他是纏出的纏喔 纏西線難纏 對 就是 可能我太細心了 就比如說我們今天有 舉例 隨便舉例好了 舉個例子 對舉個例子 比如說像今天來這邊 我就大概先google好 說這邊的停車位好不好 所以我其實四十分就到了 所以我就在車上等他 覺得他住萬華這麼近奇怪 為什麼也會五十 他沒有遲到 他現在進步了 他現在進步了 他以前是遲到 我在講為什麼 沒有遲到 然後我反正就是 我會 可能是我太細心了 所以我會覺得他太粗心 OK 比較出線條 對 比較出線條 今天我也會提早到的原因是 因為我一到這邊 我要回轉 欸 門口一個車位挺好 對 比他早還到 因為後天我就會去預想說 我可能找車位 可能找不到 可能找二十分鐘左右 OK 所以我又不想遲到 所以我就會提早到 所以你覺得 我覺得 水瓶座覺得雙子座 難征服的原因 他覺得雙子座 就是 粗心 粗心不細心 怎麼是你想的太少 對 就是 不會去預想一些 會有太多突發狀況 對 那你要幫他擦屁股嗎 蛤? 就是如果他有突發狀 沒有我會自己擦 這禮拜擦 這禮拜擦 真的啊 所以你一直熬到今天早上七點鐘 就是為了幫他擦屁股嗎 這是我們工作的事 OK 好 那你覺得他難征服嗎 他其實還好耶 真的齁 也不是說難征服 我以為你會說很難 我覺得還好 只要抓到他那個 一個妹妹妹妹妹妹妹格就是 Tempo 那他那個美哥跟那個Tempo 好抓嗎 好抓喔 真的啊 真的是縱很久欸 就是如果跟他 就我們還是 事前一馬歸一馬 就是 工作吵來就歸工作吵架 那 就是只要抓到 怎麼說呢 他那一個點 就是他非常吃軟不吃硬的人 喔 對吃軟 然後再加上我這個 就是有沒有 但加上你最美股氣的家伙 所以你們很合得來 我不是沒股氣 是我會先道歉 因為通常八九不理事都自己有 先有問題嘛 然後我就先道歉嘛 然後再來就是 他可能在腦爆的時候 會講一些比較靠別的話 比較狠心的話 對 比較狠心的話 那他就會 事後想一想也會跟我道歉這樣 OK 所以你覺得他吃軟不吃硬 但大部分男人都吃軟不吃硬 我就吃硬不吃軟 所以你想跟我們分享 你有多女是不是 沒有 吃軟不吃硬 所以他覺得你其實很好抓 有嗎 我還蠻 其實我蠻訝異他會說我很好抓 真的喔 因為我真的很龜毛 龜毛 OK 講很多 舊級龜毛 就是真的很龜毛 那你道歉的時候是真的道歉嗎 真的啊 發自內心 他如果現在不敢不敢這樣加 我這個玻璃瓶就在他的頭上 所以大部分都是你出包就對了 多一點啦 那個特寫帶我這樣 多一點 那我想問 因為你知道團體就是這樣 團體就是會有很多的共同創作 嗯 那共同創作這個主題誰來想呢 誰來決定呢 嗯 應該說主題我們會先討論出來 然後我去把戲本寫出來 哇 你想這麼少的人能寫戲本啊 對喔 對喔 是不是 你怎麼教會他寫戲本 突然覺得 他不想那麼少耶 突然覺得我劇本最近怪怪就是因為這樣 屁 你寫比較薄一點 沒有很深 你寫劇本 寫完然後 我會再跟他討論 然後沒有問題 然後就來吧 拍吧 沒有問題 你寫的本他居然覺得沒有問題 我不會沒有問題 就是會再修啦 就是他有什麼想法 我們會再加進去的 哇 啊你功勇很棒耶你 這團體不能沒有我 這團體不能沒有你 這邊有人缺人嗎 還是我們邊三人團 但聽說有人要單飛不解散嗎 對對對 單飛不解散 所以你單飛的嗎 單飛不解散嗎 沒有沒有單飛啦 就是就是 就是星座大師傑恩嘛 沒有沒有 因為每個人才華 不是才華 就是能做的東西不一樣 而且有一些東西要自己做比較有趣 對就是 就講真的就是水瓶座久了 大愛久了真的有時候會自私一點 嗯嗯嗯嗯 就會覺得說那我是不是 我被這個group 綁住了 那我不能展現我一些東西的話 那我是不是 可以透過一些方式來展現 欸但是我相信 因為一個團體一定是節長補短 你有你的優點 你有你的優點 然後你們就會呈現於一個 很完美的狀態 但是你們都還有另外一面嘛 對對對 對不對所以另外一面就是還是有 可以有自己發揮的地方 我覺得蠻好的 而且這樣久了其實 會帶一些新的東西 又回到團體裡面 就我有跟他講過啊 就是 就像消心朋友獅子和尚吧 對啊 就像五月天有獅子和他們都有 對啊 因為也許日後 你也會有你自己單獨想做的事情 也不一定 對啊 這樣我們如何討喜啊 雙子座超討喜的 你剛剛說 你剛剛說你抱歉的時候 我們那個粉絲數飆升啊 大家都超喜歡雙子座的 好優 那但是我們今天來呢 我們想玩一個遊戲 因為 因為有時候我們嘴巴講的都比較好聽 所以我們來玩一個誠實的遊戲 就是你們 你們兩個桌前呢 都有一張那個板子 我給大家看 我給網友們看一下 我們有一張板子 就是你知道我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優點 那接下來呢 我覺得你們兩個互勾對方好了 因為你們勾自己就不有趣了呀 對不對 你們互勾對方 好 那現在 你不要偷看 你勾他 他勾他 現在開始嗎 現在開啥 打勾就好了 理想派 理想派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理想派就是很有想法 但沒有錯法 我想看看自由的另外一面是什麼 來 綁不住 我承認綁不住 我綁不住啊 綁不住 而且不能表面上 就是衝過來想要綁我們 你可以默默的綁 偷偷的綁 可以偷偷的綁 不能站在我們面前說我要綁你 不行 不行 對 不行 是不是不行 我好像 還是你可以 你可以耶 你騙人 沒有 我好像可以 你自己問他 對 他近期是可以的 什麼叫近期 對 那是不是很壓抑的狀態 壓抑也還好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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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夠愛就會願意這樣做 喔 那如果過了蜜月期怎麼辦 蜜月期 通常蜜月期多久 不一定啊 有些人可能三天就過啦 像 像他是 我沒有啊 那因為有很多網友在我們問我們這個遊戲怎麼玩 這個遊戲很有趣喔 這遊戲呢 就是我們看我們每個人的板子上面都有一些 很棒的優點的形容 但是你知道每個優點的另外一面不一定是缺點啦 是真相 就真相是這樣 所以 其實我們三個人都是很愛自由 不喜歡被人家保住的人 對 齁 真的 這是真的 對 那再來我看看 我有 我沒有隨性 隨性 他也沒有 我有 你有隨性啦 他是勾你啊 他也不隨性是不是 他不隨性 我也不隨性 所以我要撕嗎 好你撕是什麼 善變 沒錯 沒錯 蠻準 雙子做超善的 真的善變 你說說看你們為什麼會這樣子 對啊 你說說看好不好 你說說為什麼會善變 討厭 怎麼會善變 個性問題啊 可是其實我覺得不一定每個人都這樣吧 沒有性問題 是不是 是不是因為你們體內有兩個人 有一個可能說 欸 然後我們就說 欸喔 好好好 然後另外一個人 等下五分鐘 他就說沒有性 應該要變 一個天是一個惡魔嘛 然後惡魔都會勝出 你不要偷我影片的腳本好不好 誰偷你影片腳本 所以你是個很善變的 其實還蠻善變的 那所以要跟你一起工作要怎麼樣 要以不變定萬變 又有一個可以自助他的人 就是比較恆定的人 對就像我一樣 對就像他一樣 OK你抓一個大原則 對 大原則不改變 對 諸周不要變 OK 那你那麼愛善變 你一個人的時候會慌嗎 我一個人的時候會慌 會不會 我也假裝不會慌 可是其實很慌 哈哈哈哈 假裝不會慌 超可愛的超可愛的 假裝不慌 好呦 接下來往下走 胸無臣腐 我沒有 沒有 我沒搞 你看你看 那我給大家看看是什麼 還是我不太懂這個意思 胸無臣腐就是沒有心機的意思 哦 對對對 容易被騙 容易被騙 我們不容易被騙嗎 不容易被騙 我們不容易被騙吧 你覺得容易被騙嗎 我覺得我蠻容易被騙的 真的假的 我常被巨蟹作片 硬要耶 沒有沒有這是真的 等等大家有機會再講 好好 等一下我們會說 然後再下來 有油倫鉤果斷嗎 沒有 機靈 機靈有吧 有 我們三個人都有機靈耶 好來撕撕撕 一二三 那就不就跟 修無臣腐一樣嗎 不一樣 修無臣腐的意思 這是沒心機 笨 笨的意思是不是 對 機靈心機重 心機重好像有一點喔 還算一些事情 我覺得會喔 或多或少 我覺得會喔 是嗎 可是我覺得我的心機 總不會去害人 我們不會害人嗎 我們不會害人 我們 保護自己吧 是嗎 我覺得也不是我們 我們根本沒有在理別人啊 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們哪裡有想過會害人啊 誰管 我們就根本活在自己的世界 但是我覺得我們 我覺得大家可能會覺得 心機好像不是一件好事 但我們確實是心裡會盤算一些事啊 比如說就像你剛出門 你會覺得應該早一點點 因為萬一吃到怎麼辦啊 萬一吃到怎麼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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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心裡的 小算盤多一點 並不是說會去害人 對 不是害人的 對對對 那我沒有理想派 他有理想派啊 他沒有理想派啊 好好好來看看 我先問看先猜好了 應該就是那種 理想派應該是很有想法吧 夢想家 可是就是純粹就是理想派 完美主義 屁啦 我直接貼回去 插掉 我就貼回去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我們反之不準 對 真的可以先剪掉 沒有啦 欸連你自己都嚇到是不是 我怎麼是完美主義 這是我吧 喔你完美主義 他比較比較 你比較隨興 那不然我幫你勾一下 好那你先幫我吃 這板子先給你 欸你完美主義耶 欸好準喔 好酸喔 我不信 天啊 所以你對事情很要求 很要求 非常 那你心中 會有那個每一件事情 應該要有的標準 是不是 對 那如果沒有達到怎麼辦 我會罵 不爽 我會唸啦 我會說 明明就是講過好幾次事情 你要重複講 我講 就我很討厭重複講自己 那如果說所有的事情 你都已經記到權力了 還是沒有達到最完美 你心裡會很惡張嗎 我會很惡張 真的喔 對 會放不下 因為我們大學 我跟 我一個女生朋友 合唱一首歌 然後原本 那首叫一言瞬間 OK 然後我們前面都唱很好 都OK 沒有問題 結果到最後一段 通常我是不大會 出那麼大的錯 我頂多會出一點錯 可是那一次出錯 你是走 走音 不是 破音吧 不是破音 走音 喔 我不走音的 可是我那天走音 走音真的好讓人難過喔 然後 而且那就是沒有任何培樂的這種方向 然後突然走 天啊 尷尬 我突然唱完那一句我突然想跑 你知道嗎 誰會怎麼會這樣子 OK 所以是個完美主義的人 好 你再往下走 想像力 有他有 我沒有 欸我也有耶 好我們一起撕 難以捉摸 難以捉摸 可是你剛剛不是說我很好捉摸嗎 我摸了之後後面是難以捉摸 難以捉摸 我是蠻難以捉摸的 你覺得他難以捉摸嗎 不會啊 是因為你跟他很熟了吧 如果跟他不熟的人 不熟可能不平 應該會覺得他不好猜吧 嗯 應該是 是齁 跟你不熟的人有時候會覺得你不好猜嗎 因為就有時候都不自己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想什麼 喔 所以我們問你你可能都回答不出來 因為你也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或許吧 OK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怎麼解 好 再來心思整溺 有喔我有脫穿 喔欸那我跟你有點像耶 我們兩個東西其實有點像 喔這個這個 龜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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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夠龜嗎 我龜慘了 我一定要舉一個例子就是 是一個很小的事情 可是我這個就是會很過不去 我本人非常喜歡洗東西 我好喜歡洗東西 洗東西 就是比如說洗碗啊洗衣服啊 就是我很喜歡把髒的東西整理 洗得很乾淨 跟把亂的東西整理得很那個 然後我們家的衣服 不管是媽媽洗爸爸洗都不行 就是我 就雖然是洗劑 可是一定要自己洗 而且洗完的就是那個洗衣粉要加多少 跟那個冷洗精要加多少 我有我自己的SOP 那很厲害啊 對啊 然後洗完之後要怎麼掛 我也有我自己的SOP 一條嗎 不行不行 好再來 金打細算有沒有人有 有 那我也有 柯博 柯博沒有啦 柯博我們沒有啦 我們只比較會算而已 對 這個嚴重 這個應該沒那麼嚴重 沒有我覺得我們沒有柯博 我們比較有成本概念 對 會算CP值 對我們會算CP值 對沒有錯就是這個啦 沒有錯 喜怒不行於行 我有勾 我沒勾 他喜怒不行於行嗎 看看怎麼樣 虛偽 對 雙子很虛偽啊 超虛偽 雙子有很多面 就是我生氣 我不會特別 就是 表現在臉上 搞不好現在不爽也不知道 對不對 對 很可怕 雙子是不是很像變色龍啊 有一點喔 就是會 那你幹嘛該生氣的時候不生氣呢 沒有我會生氣啊 只是我們看不出來 就我不會講而已啊 那你看得出來嗎 他不講你看得出來嗎 他生氣 他沒有 我看不大出來 但是 我有時候去剪影片回放的時候 我想他現在表情怪怪的 是不是有講什麼 要讓他生氣 喔 我也不會去管他 我就去 他不會管我 又很糟糕 OK 所以這個是雙子的一個特色 再來交際咖 交際咖 我沒關係 我覺得你絕對不會寫我 變色龍才能交際咖 沒安全感 沒安全感 沒安全感啊 其實有耶 你現在沒安全感嗎 那是你面對現在這一任 對 不是 因為這一任也很久了 喔 談戀愛都談很久 欸 談戀愛談很久 對於水瓶跟雙子 這麼難征服的人來說 真的太難了 我們等一下一定要認真聊聊 到底怎麼樣可以征服你們 太不可思議了 有嗎 好 再往下走 有能言善道嗎 有 有 我有 你應該沒有 我覺得沒有 我太懂了自己了 超不易 超不易 呀呀呀 你沒有能言善道 他比較 能言善道是什麼意思啊 就是 很會講話 很能講自己的話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應該夠我 見人說人話 見鬼說鬼話 他好像沒有 你不會吧 我不會 你不會 因為你的世界沒有別人啊 對 就他自己而已 對 就他自己而已 好 往下走 意志力 有 我有勾他 他還有意志力 難說服 難說服 我相信 我相信 非常難說服 所以我一直蠻謙就他的 OK 對 祝福兩位長長久久 好 祝福二位 那四姓呢 你兩位都有耶 來來來我看一下 是大 是大 我是承認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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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大 對於自己 自己在意的事情 會比較自負一點 所以你對於自己很擅長的東西 你是很有把握 就是我不會想讓別人演 OK 對 OK 差不多了 那你有自信在哪兒 有 他是自以為是 我是自以為是 我不是自信 哈哈哈哈 這種做什麼 都好聊啊 這個都好高喔 好 好 好奇心 有三個都有 我們三個一定都有 難滿足 對 非常難滿足 一定要隨時有新的東西 有嗎 一直要挑戰的東西 這不好說啦 隨時有新的東西是怎麼回事 就是你們隨時都會想要有新的作品啊 不要重複等一下 我想問一下 剛剛你有看到她 注意看到她的笑容嗎 有啊有啊 那是什麼意思啊 這不好說 她剛剛說什麼 隨時有新的東西 她眼神這樣 我覺得以我跟雙子座的了解 她應該想到 不好說錯了 對 男女之間的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多了 多了 我們要這個多 他們不會剪掉 我們不會剪掉 沒有要剪掉了 你知道我們這個節目 喜歡原汁原味 原汁原味 然後我們接下來 我們有一個十二星座的短片 這個短片有去在哪裡呢 因為十二星座都有 你知道十二星座都會有脾氣的時候 好 那到底怎麼樣可以 一分鐘讓十二星座不生氣呢 我們來看 你看 好囉 等練回來之後呢 大家一定非常認真看著 雙子跟水瓶 水瓶要講大道理是不是 如果你生氣的時候 蛤現在嗎 不是假設你現在生氣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要說 怎麼了 我們錯在哪裡了 你是不是會分析個五題 會 會 那我們要乖乖聽嗎 要 不可以插嘴對不對 插嘴你會生氣嗎 會 那 你如果 你邊講的時候 我邊吃爆米花喝可樂可以嗎 就跟看電影是一樣 我會覺得不尊重人 所以我只能眼睛一直看著你要很認真的 是不用看著我 你可以覺得自己有點錯 可是你就是這樣 假裝一下就好 可以不要吃 帶一點累可以嗎 帶一點累喔 如果是他的話我會做好 OK 但如果女生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是不是 所以要先 所以如果你生氣 基本上你會先 你會希望可以跟對方 把這件事情領清楚 對對對 就是對錯領清楚 搞不好最後是你的錯 你也會道歉啊 我會我會 這水瓶其實OK的 沒錯 湯子呢 對不起啊我錯了啦 就這樣 你不會 但是也有可能是我的錯啊 可是我 對有可能是你的錯 可是我先道歉 我會再跟他好好溝通一次 沒有我覺得你這個就是七敵的戰術 你以退為進本的意思 當然啊 記在心裡 那如果萬一是 比如說其實是我的錯 然後你就跟我道歉 你說對不起 然後我就說 沒有沒有沒有 其實是我的錯啊 對不起對不起 那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處理 然後我們兩個就一直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到最後這樣 沒完沒了不行 不可以這樣 但是其實你就是 先給 先給一個軟的台階下 對不對 讓事情不要那麼的 不開心然後再溝通 這也是一個 很聰明的方法 所以雙子做生氣的時候 撒嬌就好 撒嬌就好 沒關係 無所謂 好疼喔 救命啊 這兩位 感覺是情勝耶 兩位談戀愛的時候 難征服嗎 我要講的不是談戀愛以後 我們要先講一下 要引起你們的注意 被你們喜歡 或者是要倒追你們 是不是很難的一件事 難 難 所以通常倒追你們都不會成功 不會 對 那你們是怎麼樣 你們是第一眼 比如說一群女孩 第一眼就這個 就是一眼瞬間 一眼瞬間 對 所以 所以 像她她是 一群她一眼會鎖定一個 你會一眼鎖定一個 其他就演 其他都不是人了嘛 對 都沒有看見了這樣 可是如果是路人 可能過了這個再看下一個 還是 OK OK 那你呢 我可能一群看到一個 然後過兩秒 忘記長怎樣 我也會 然後過兩秒就忘記了 OK 所以基本上 雙子跟水瓶都不是倒追來的 不容易 我沒有被倒追過 沒有 那你們有日久生情這件事嗎 有些人是需要比較長久的相處 你有辦法喜歡上吧 我有 你需要 沒有 不需要 可是會 要相處 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要相處 那你呢 好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你是一定要跟對方有很長時間的相處 你才會決定你喜不喜歡對方 對啊 會 真的喜歡的話還是會想多了解一點 對 然後再決定 再覺得適不適合 對啊 還可以多看一下 所以這兩位的方法 就是你知道要征服雙子跟水瓶 千萬不要用老方法倒追 你要引起他們的注意 那這段可以減掉嗎 其實我還蠻想被追 你剛才說你沒有被倒追過 我們不會減掉 我們會做預告 然後一直預告 就說他想被追 他沒有被追過 那他怎樣追你啊 我不知道 我真的沒有被追過 女生做什麼事會引起你的注意力 就是我的意思說 以我對你的關卡 一定是這個人要先吸引你的注意力 然後他進攻你才會給他機會 不會嘛 如果他都沒有吸引你的注意力 你根本就不會看到他 會把他嚇跑 就如果女生主動的話 會把他嚇跑 但是那個女生不是主動 那女生只是吸引他的注意力 這個要問他 很有才華 用眼神勾那種 你說內涵是不是 不是 他要給你什麼感覺 單純 單純 你喜歡單純嗎 單純 我像我走在東區 我不會看那種 穿很低胸的 我不看 因為我看到那種 我會覺得 我眼睛不自在 我是認真 就是 就譬如說 真的啦 你有沒有被花粉砸過 我們這花粉砸人其實不痛的 你要不要試試看 那那個燈子過來 我不信 還有什麼板子 有一個是我不信嘛 抗議 我還沒準備好逃去 抗議 你是說 你是說東區辣妹 穿低胸短裙的 你不會看 不是我會看 可能就是一下子 不過我就轉走 沒有我們在車上開過去 兩個都這樣講 應該是這麼講 應該是 人家而已 對嘛合理 會嗎 沒有沒有我舉例 譬如說嘉文姐現在穿著 有點有點開到這邊 其實我眼睛會不自在 我會一直保持在一個水瓶上 OK 對我是 不敢正眼看 可是這是認識的啊 那如果不認識 對啊不認識啊 不行 真的不行啊 我不是你 欸我 所以什麼樣氣質的女生 一走過去飄過去 你眼睛就 單純 她散發一股 一股 一股 散發出一股 死豬人 很空靈 單純的感覺 對 沒有空靈 單純 單純 簡單 對 不要覺得複雜就好了 OK 那你咯 你應該都好吧 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雙子都都好吧 現在不管她講什麼 我們都要主 你講 你講 我要講什麼 什麼樣子的女生會吸引你 什麼樣的女生啊 還沒講話 兇一點 兇一點 你喜歡有個性一點的 太順了我不抗議 這個真的 這個不抗議對不對 不抗議 我覺得雙子座有被虐夸 有真的有 而且我跟妳說雙子座 你千萬不能對她太好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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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你給她包一片 她就當隨便 隨便到底 你給她顏料她就開染房了 我知道是不是 真的 不可以對我們太好 雙子座基本上就是 要用養狗的方式來養她 她說是 因為我她名叫卸衣服 我就叫卸狗 卸狗服 真的是跟狗一樣 是不是 對 就是該打的時候該打 該給肉的時候要給肉 對 是不是 這樣就可以養得好好的 這樣講現在不太對啦 有這麼膚淺就對了 那是什麼樣特質的女生會吸引你呢 什麼樣特質的啊 除了個性比較兇之外 嗯 個性 要腿長 要腳質漂亮 手質漂亮 這很重要 她比較膚淺 她比較膚淺 什麼膚淺就是 她有一些美角 對 她不是只有感覺 什麼感覺很單純而已 對 手指腳之美啊 腿長啊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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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部就還好沒關係 沒有人讓到這一塊啊 她比較重 她比較重 她比較吃肉 對她比較吃肉 她比較吃肉 你不要吃素是不是 她比較熟 那談完戀愛之後呢 一旦 確定談戀愛之後 兩位好相處嗎 好征服嗎 雙子應該好征服 我完全被征服 可是雙子也很花心耶 我說真的 你在點什麼 雙子 我告訴你啊 真的 不是 你是不能小看她的 真的 就像剛剛說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她非常會生存的 真的 真的 是不是 說說看 沒有這樣 不是 因為她現在遇到家裡有強悍了 真的 就像剛剛說的 我看到一群女生看到漂亮 我只會看你有沒有就問你長這樣了 那一下下 因為家裡那個更漂亮 對 現在講這個話就對了 家裡那個更漂亮 家裡那個最漂亮對不對 沒錯 又有個性 對 是不是 是齁 所以就乖乖的了 很乖 乖個頭啊 很乖 你呢 談戀愛之後 我先起 我不信 這兩個我都不信 談戀愛之後 什麼 我以前 我以前是會比較 比較 難控制 嗯 可是這 不知道我好像可能老了還是怎麼樣 沒有那麼多心思 所以我現在比較好控制一點 就是 所以 喔 欸那我可不可以講 其實雙子跟水瓶不是不好控制 而是 那個決定權在她自己身上的 我覺得 對 就是說其實她不是 她好不好控制 決定於她自己要玩多大 對 對 她可能覺得我就懶啦 我就不想玩啦 我就累啦 我就乖乖啦 對啊 但我想玩我隨時可以東山再騎 那個今天那個投稿費 你是不是拿去喝酒 沒有人去喝酒 我不會喝酒 哈哈哈哈 他瘋了 我自己都舉我不信了 我不信 我不信 謝謝謝謝 沒有我自己舉好不好 OK 喔原來是這樣 所以 所謂的兩位男征服 其實是因為那個決定權在你們身上 對 最後我們要來 因為你知道我們有網友票選 很多人對不對 很多人票選出來 到底 前六名男征服的星座有誰呢 我跟你說 我看了一下 我覺得是 我是一定覺得有二位的啦 我來看看二位在第幾名 我覺得我在第一名 雙子座 你覺得你在第一名嗎 我覺得我在第一名 雙子座第四名 對 還好沒有第一就好了 我覺得也太客氣耶 雙子座不是第一 就第二吧 沒關係第四就好 博仲之先 好我再來看看 天蠍座 獅子座 獅子座最難征服第二 有夠難征服 所以我就說 一定要有一個可以征服他的 獅子座有夠難搞 然後再來看第一個 第一名 那肯定是你了 水瓶座 哎呀第一名 那你心目中 能征服你就巨蟹座了吧 最難征服第0名 巨蟹座專門征服你 我真的覺得巨蟹座真的是 劇本高手 當然 那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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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所以水瓶座覺得當之無愧 最難征服 對 松子呢 卡探 松子是不是也覺得獅子也很難征服 有夠難 有夠難 所以我被他吃獅子 好像爬一座高山永遠爬不完 爬不完 太棒了 爬沒多久又掉一個又掉下去 然後又爬 沒完沒掉 OK 所以讓我們今天的重點跟兩位非常難征服的男子聊完之後就知道了 其實他們不是難征服 他們只是 如果你覺得他難征服 應該就是他還沒有要收山 對 就是不喜歡就是不喜歡 對嘛 那如果他哪一天你遇到 剛好運遇到他要收山了 他很乖的 很好相處 非常好配合的 乖慘 乖慘了 乖慘了是不是 乖慘了 有話說我覺得我們三個人也是畫滿 也是聊滿 就是單獨卻要直接錄一集 直接再重錄一集 好唷 二位先跟大家說拜拜 我們下次見吧 拜拜 拜拜 拜拜